回到回到新闻的部分量的两千多位的观众的在我们的线上那刚刚有有提到的联总会好美国的联总会FED啊在在在你睡睡觉的时候一致决一致决一样没有没有任何的诈音一致决一降利率一码0.25个百分点 那把把力但是这一码的让让美国的市场当中的利率呢就跌破5就是大概大概4.5到4.4.75本来大概在4.75到5到5之间降了一码之后呢现在到回到4的区间跟市场的预料呢是一样的另外一点就说联总会的主席鲍尔 那选举选选选完了吗选举选完了之后呢那大家就就都准备打打包吧就像去上今天的看到的 媒体那除了昨天 那贺锦丽也已经承认败选 同时 拜登也已经正式的 打电话祝贺川普 并且邀请川普 在白宫的会晤 呃 那那当然是个风风度啦你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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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讲就说 拜登跟川普也好贺锦丽跟川普也好在选举过程当中的那些的 那那些的相互的攻击丑化那个那种的攻击呢是人生攻击甚至带着主诅咒的 可是选完了选完了之后你说那选完了是不是之前情绪就没有当然并不是啦 可是 可是制度 权力的交接 那知道在选选举在胜负之外 上头的还有一个 一个制度有一个宪政体制 这个宪政体制仍然是 参与游戏的每一方必须要去尊重 的框架 在这个框架下面 那 赢的 赢的很高兴输的承认自己自己自己输了权力要如何交交接 那能够的顺畅的过度 当你说是讲的时候就一定的很顺畅的过度那还还未必可是起码的比 2020年 对拜登来讲我认为他在 他借着一个很公开 然后呢像 川普道贺 同时也在告诉这个是世界 那美国的 政权的平稳的过度 没有问题 我也相信没有问题了 情绪上情感上面如何是一回事 但是呢平稳过度没有问题 可是这也合理的说明就是说 2020年的那一局 当特朗普的不是都不愿意离开离开 白宫 无所不用其极的在所有的摇摆州里面的打官司恐吓的这些的周秘书长 然后 然后呢强调的选举不公 然后呢发发动的选民的抗争 甚至于呢攻入了美国的国会山庄 国会山庄跟 跟白宫 在就在就在同一个同一个区块里里面啊是可以看得见的 在在这么近的距离里面在白宫的总统 虽然他他说没有我没有我没有带着其中公 对了 特朗普川普并没有带着群众杀进去 可是那些的群众是你鼓动来的那个庄也没有没有用 所以你有你终究 终究看到今天的川普的胜选 不管 心里面的是一种的不踏实恐惧 或是如何回到一个事实面起码有一个认知呢是重要的 就就是 2020年不认输的川普 跟现在呢因为大赢了之后自得意满的川普是同一个 是同一个川普 那 喜欢赢的感觉 人同此心 不喜欢输的感觉 人同此心 但是人同此心的那是心 但是呢在在行为跟规范上面在规范面上面来讲 苏根银不是重点 而是苏根银之后呢 该如何去处理那个原来不属于你的东西 那那个是呢政治当中呢 其实比较困难或者一个社会 本身的成熟度 不管是在政府部门在企业部门 在家家庭在各个领域里面 所有的这种的交接 能够能够的交接的清楚 顺顺畅 那个是社会成熟的指标 因此上一次2020年美国的美国的总统大选 之后所引发的那个美国 前所未有 的那种的冲突 在这次不会发发生 不会发生是因为川普这次赢得很 彻底 而再来就说民主党本本身 家个性也好 你说男男不女 当然能拉难过民 民主党或者民主党的支 支持者 你看到的不管是雷迪嘎嘎啦 或者是 或者呀 或者是 据据据说呢 连马斯克的女儿 这个那个变 变变变性的 那个同性恋的女儿 都 都离开北美国 他们不想待这儿了 那 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不管是原来支持共和党的 包括阿诺 在演艺圈子里面 大部分都是蓝蓝的 就是大部分都都是亲民主党的 但是 就是共和党的 就阿诺了 阿诺是共和党的家族州长出身啊 跟雷根一样啊 可是他都是挺民主党 但是最后结果怎么样 OK好 那加州呢 加州的三三十六号提案呢 通过了 这个三十六号提案呢 就是要为了要推翻呢 推翻原来 臭名昭彰 甚至于导致呢 民主党在选举的时候的败选 连在加州的票都开得很差的 那个四十七号法案 那因为我们有刚听听众朋友在加州的嘛 那我我想你你可能会注意到 那因为 因为四十七号法案是什么 四十七号法案呢 就就是零元购法案 那个零元购法案呢 就是在 你在你在特别是在加州啦 旧金山啦 这些大城市的路边啊 你都会看到就是如果是九百五十美元以下的 不管是窃盗啦抢夺的损失 他他是不会呢立刻做处理的 那基本上面好像就就就无罪一样 就是九百五十美元以下的就不入罪 导致呢整个的加州呢 抢匪横行 所以大家就说呢 那个呢是一个零元购法案 好那这个这个零元购法案呢 在刚结束的 呃来我把它找找出来 我早上早上朋友朋友传来 在在加州的一个市长传给我的 有改天我再来再来访问 访问这个加州的市长 好那这个加州的第三十六号提案里面呢 就就是要要让呢罪犯的受到应有的惩罚 要遏止呢这种这种broken window的窃盗就是你车停在路边 你只要车里面的有任何啥总而言之他在过去的时候呢 你知道那那个基于基于的车辆的安全啊 所以呢那种那种要敲破车窗的那个敲息器呢是很有很有效的尖尖的往那个脚一敲了中的整个玻璃就睡睡了之后的管理车车里面有有什么只要看到包包袋子的一拉呢就拉走那拉拉走了之后呢你你也不要去跟他冲冲突因为你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带枪所以大部分呢就就算你车主就在那附近基本上面的都都都不会呢去跟他的直接冲突 好那这种的尼文购的法案呢还有就说要提高了偷窃的罚则以及要求要严格执行法律以及要嚇阻了毒品的运送的这是所谓的三十六号提案这才是呢这一次选举的时候呢加州人的最关心的这个三十六号法案这个三十三十六号法案呢把原来的四十七号的法案的给推翻了那个呢四十七号法案的几乎就是 去在加州在旧金山 呃或者像像是之家或者像像是这个 呃洛杉矶的成为犯罪大成的关键性的因素 因为一般人很难想象950美当印到美国的物价非常高哦 好像那好像是一个是一个很mercy的法案好像好像 会950美元以下会去抢夺这这些这些金额的人 都都是很穷苦的人所以 其实他们犯罪的都应该被宽容 在 在道德情绪上面我能够接受这样的讲法 可是要去处理这种的贫穷贫困 所谓的保暖私盈欲啊饥寒起道心 如果是饥寒而起的道心 在道德上面虽然可以理解 可是呢如何去避免这种饥寒起道心因为被道的也心有不甘啊 被道的不管他是不是饥寒但是不能因为你的你的你的饥寒而使我的损失呢 变得好像 连在法律上面的连救济的途径呢都没有 九九百五 十美元就三万台 就是台湾 或者说大陆 在美国以外的任何的地方 你都不能够去理解 就是 三万台币以下的 切到抢抢夺 基本上面的是不入罪的 是不处理的 这种法案竟然会在呢加州这种的地方的已经的执行了这么久 而大家都把呢这些大城市里面的林林源购好像当成是一种的正常的现象 动不动的就是 从从法律的概念来讲那叫结活抢劫啊 结活抢劫不管是呢在马路上面的这种的broken window 或者是呢到这种精品店里面大家能用这种的快散结活抢劫的方式 他已经了已经成为 成为了成为美国美国社会里面的加州的最美丽的风景线之一 但是 这一次的家 加州的通过这个法案的把他给废了 好那 他显示的就是说的美国的这种 这种用 用所谓的进步的概念 用进步的理由的去包装的各种的奇奇怪怪 的 法律制度 规范被摧毁了之后 在这次的川普选举的选举的胜选 里面反映了 绝大部分的 群众 对于这个这种社会崩明明是社会崩坏 明明是崩坏 还要包装成进步 而所有被包装成进步的 都只是呢对崩坏的化妆 对这种崩坏的不耐烦 或者说的一定要用的选票的去 去制裁什么 然后用选票的选出了川普 我说川普这个时候的去讨论了川普的这这个人有多糟有多有多坏那书看多了好当 那这个 跟过跟过他的人对他的几乎都没有好好评他跟马马斯克的你也不用想太多两个人现在在蜜月期里面 我我我我认为 我认为马斯克跟川普之之间反正马马斯克也得到他要要得到的光是股价的上涨 他投投资在川普身上的那几亿美金的算什么呢 好的 基本上面已经各取所 所需就像大 哇美国的主流媒媒体的都垮了 美国的主流媒体垮了有有啥关系在选举的过程广告费赚翻了 美国的主流媒体 明明民主党的媒媒体 民主党的这些的预算的花了这么多当然都花在亲民主党的媒体上面呢 共和党的共和党的预算的也也花很多当然花在亲共和党的这些媒体上面都拿到大部分呢 所以呢你看的是多的媒体的公信力垮了 对但是大家就就等下一回吗 选选举有输有赢的现在大家都已经 选完了之后呢 民民主党这一次的重重商被杀怕了 当然家具就会积极的备战了那种的 唱高调的那种的政治语言大概就会收敛一些会回到一个比较务实的状态 我从加州会通过这样的这样的法案 把把原来的就说呢第47法案的给给废了 你就知道呢在民主党的大本营的加州所出现的这种的对民主党的不满的反弹力道 像裴洛西 这都是在家 加州都是在旧金山的都是在系苦区 选出来的 资深的民主党的政治人物 你看到裴洛西呢 这这几天的眼眶含泪年 他年纪很大了八十毫好几了 那种的眼眶含泪哭跟他的四年之之前的时候呢 川普呢在在在在报告的时候的裴洛西在那边撕他的撕撕他的演讲搞的那样子的那样子的场景 那是同一个裴洛西啊 我说在道德律当当中 所有的 当然这是哲哲哲学的论述的方式 哲学概念 我我 我谈哲学是不行的 也没有说说服力 好但是呢当我们在谈在在在学所谓的道德哲学的时候呢 道德律里面的第一律的是同一律 那个那个那个同一律呢是常被的同一律就就说 当年作奸犯科的跟跟现在吃灾念佛的如果他都叫做唐香楼 那你就必须要知道那同一个人 那你今天即使是吃灾念佛慈眉散目 就像现在的我一样 可是呢跟当年杀人放放火的喊打喊杀的那个唐香楼 我我仍然不能够阴折否定说当年那个呢你看到在街头上面杀人放火的那个呢跟现在的 现在的那同样的叫唐香楼那个人 不是同一个 那个人是是错的 道德律本身要有效 同一律的是最核心的 就是现在的这个呢 磁眉散目的唐香楼 必须要了对当年的那个 即使你说那个时候我很年轻 那那个时候的我不懂事 那个时候的这个时空环境如何如何 那个呢 可以当作解释 但是不能够当作道德上的摆脱 大家政治上面的不太跟你讲 讲这一套 我们只能够的透过整理的去提提醒 不要对政治人物有任何的盲信跟盲从 可是这一次的美国的选选举的留下来的一个 嗯 我还蛮想看一看的好就是 川普的胜选 川普川普这次的胜胜选 如果从从 从表面的那些选举的席次之外 从整个的 社会利的流动 我常用社会利 社会利的流动 的概念来看的时候 他最大的影响 就是 在过去 将近30年的 被高度标举的所谓的进步价值 也曾经的被台湾的民进党 呃用 用 跟风 用从阳 用 用了 用所谓的时髦的概念来去包装的所谓的进步概念 这些的进步概念 在这次受到了重创 甚至几乎被摧毁 那 民进党所有 写在神主牌上面的 所谓的进步概念有有哪些 民主党民进党台湾的民进党的神主牌本来有两块 大说的 台台独 台台独呢是在台湾的简单的用语 在国际社会当中的所谓的进步概念是注明自觉 那是民族自觉 台独 反合 以及呢现在的写在这两块神主牌背面的另外的两个高度的政治正确这几年的时间的民进党玩玩 疯了 而且呢带着群众的带着年轻人的上上街把他当作是一个高度的政治正确挡我则死 那两个的政治诉求 我不跟你讨论就这两个诉求本身的在在在哲学法律道德层面他当中如何 可是我在告诉说美国这一次的选举 他很清楚的告诉你美国的民意 所代表的那个社会力的流动对于这种过去被标准为进步好像不跟着我 的这个政治正确的大旗走你就是落伍的你就应该的扫进历史的灰灰镜 你没有资格在地球上面呼吸空气的那种的味道的另外那两面的是同婚跟费死 我 在面对美国选举的时候呢 起码 川普 因为川川普的稳定性的跟 自私 他不是一个一个自私的美国中心主义而是自私的川普主义 因为一个自私的领导人他所领导的国国家也敢于把自私的当作是他的一个国家政策 跟他的治国哲学 这个 这么的明目张胆的当然 明目张胆的在在过去你真的没有看到过其他大部分都还会遮遮掩掩掩一下 可是他所号召的选民以及他的所谓的agenda47 就我讲他的47号议程我之前解释过有兴趣你在网络上面的你Google呢都可以找着找得到 他的他的47号议程 这47号议程 所谓的47就是第47届总总统我选第47届总统的政见了 这47号的议程里面对于对于反同婚 反废死 极为强烈 甚至于要扩大死刑的适应范围 甚至于呢对于所谓的所谓的性别的定义 不要说的川普呢已经不知道几节的几次 针对针对的奥运当中的林玉婷现象台湾当然了高高举林玉婷那个是台湾的女儿 那个是如何如何 呃 在 在奥运期间的时候呢真针对林玉婷的性别的 辩证 我我不是否定林玉婷他很努力 我只是说从一个 从一个游戏规则game rule上面 林玉婷 或者是那个的阿尔及利亚的选手 他在赛场当的当中从纯粹从一个 从一个竞赛场的性别 女女性 因为奥运毕竟就是简单分来男性跟跟女性吗 其他的都少少之又少 那对女性来讲说说形成的那种的压力是需要被正式的问川普已经不知道多多少次在质疑这件事 事情 因此 民进党的四块的神主牌全部的会被那川普给推倒你要跟川普打交道的一定非常的困难 最重要的是美国的主流媒体垮了我就看台湾的这些深绿的主流媒体 你能够嚣张到什么时候 我不是 主流 我不是 你能够吗 四块的神主 你能够与你 直接放一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